周一周二这两天因为吹东南风的关系 全台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 而迎封面的东半部只是有局部短暂震雨 13号的晚间开始气温会逐步的下滑 水气也会增加 而后续几天的天气概况又是如何 我们请记者邦念告诉大家 周一周二吹东南风影响 全台多云到晴 不过迎封面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 13日晚上开始 风面经过气温下滑水气增加 预计要到周五十五日才会逐渐转为干冷天气 整个这一周的天气温度大概都还蛮舒适的 高温大概就今天开始会比较高温一点点 然后明天晚上开始温度会下降 但是对我们来说对花园人来说 高温并不会下降太多 所以大概就掉个几度而已 不会太冷 然后低温大概都维持在19到21度的一个情形 所以未来这一周还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但是东北风对我们的影响只有在短暂的 一封面上局部地方有一些短暂的雨 然后另外值得一提就是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第一号台风 它在我们太平洋东边那边 所以在12号到14号之间 我们花莲这边会有长浪的影响 所以如果在12号到14号里 我如果要去海边游气的时候 肯定要注意一下长浪的情形 周五至周日受东北风影响 仍是偏凉天气形态 水气较少 景淫封面东半部有零星短暂雨 18日周一东北风才会减弱 气温回升 另外今年第一第二号台风 马勒卡与梅基先后生成 但路径来看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不过沿海活动需留意长浪 接着长帮眼黄联师报导